中文字幕——YK 和儿子一起揍儿媳,女子叫斯尔齐,丈夫叫卡尔西,因为一件琐事斯尔齐把卡尔西打了,认为妻子不听她的话是对她极大的侮辱,使完家暴后卡尔西还打电话,告诉在印度的二老男子的父母听话,完觉得这媳妇无法无天了,于是老俩口搭了飞机就往美国赶,老俩口赶到后又和儿子对斯尔齐施虐,一家人对他拳打脚踢, 将其打得满身是血,就连一旁一岁的女儿也被打了一拳,打完后女子的公共杰斯伯格尔西还拿着菜刀威胁要杀死儿媳,索性斯尔齐之前也打电话,告诉印度父母他和女儿被家暴的事,斯尔齐父母在第二次电话打不通时果断向美国警方报警,警察早晨来到斯尔齐的家,还没进门就听到了呼救声,警察破门而入,逮捕了施暴的一家人, 现在这家人被指控虐待儿童,非法监禁,殴打罪,如果三人被判罪,将会被遣送回印度,而斯尔齐和女儿则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,最后小编送具心灵鸡汤给你们,如果你的今天是遗憾,你会多追悔莫及,如果你的今天是你所要的,你是一个多幸运的人, 因为,即使重来一遍,你也不一定能做到今天,你曾经和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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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